OK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在呢 當時呢我離開這個BitGate 就是跟著這位大大 這位大大交易真的很厲害 那如果說呢你的本金夠的話 你跟著他的話 我們看這個總獲利 然後這個盈利的這個比數 交易475比 然後獲利466比 所以說我覺得放長線的話還是可以 但是呢 我原先只有說我把250放進去 然後後來運氣很好 跟了一位這個韓國製的大大 賺回來本金又多賺了250 所以我先把250匯出來 然後放250在裡面跑 那所以說我的本金非常的低喔 那另外我設的張數也很低 那我們來看 在34004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今天了 2021的這個 6月29號 然後呢在33004的時候 他開了就是 看空比特幣 那是125倍 125倍其實蠻多的 那這個你一定要設好 就是張數一定要低 然後 不要跟他的槓桿 用你自己的這個 這個看你本金多少 這個張數設至少 大概就是10張而已吧 然後槓桿不要開高 那慢慢擺的是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可能那時候就是覺得是說 我覺得這個時候看空沒有問題 然後他一開開了多少 開了這個 當前代單11比 所以他一口氣開了 他一口氣開了11比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現在 比特幣是多少 來看一下這個現在 這個 幣幣 這個地方 比特幣現在是到了這個35000了 35000了 那當然這一定是上上下下的 那只是說正好在這個區間 他突然談到這個35000 然後都是在這個上下去的 那 那一位大大 他開的網格是在34400 也許會掉下來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的本金不多的話 其實這樣子 這個 他連續開11比 然後 負了 負了這個 200多% 你大概本金也都沒了 你撐不到那個時候 那另外在跟單的時候啊 有一些東西可以設定 譬如說這個固定跟單後 我們設定10張就好 然後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倉位 就是不要開槓桿這個樣子 那另外風險控制啊 止損 我覺得還是需要 那有一個東西之前沒有講 就是持倉 因為像剛剛那位大大 他一口氣開了11個 假如說是10張的話 連續開了下了11次的話 這樣就變成是110張 所以說你可以想說 我 譬如說一次跟他跟10張 但是呢 我只要跟一次就好 因為 因為這個就是選擇10就好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 設一個 可能3倍4倍吧 因為 他有可能會 會多空都做 譬如說他可能是 做 做多 然後呢 他可能看看覺得 這段時間好像突然 掉下去 他可能突然之間他做空 然後很快再回來 這種操作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呢 剛剛那位大大大 他就是一口氣 我就是硬要空 繼續往上漲 繼續往上空 就變成那個樣子 所以這樣子 我就覺得是蠻危險的 那 後來我想一想 我覺得與其把錢 給人家這樣子玩 如果說這樣子 暴起暴落 這個 一路的這個往上拼 一路的往下拼 那其實這樣子我也可以 那不管怎麼樣啦 總而言之我覺得 我這個保障金沒有那麼多 而且我也不想要花太多時間去看 那我覺得這個方式 因為我的頻道是 就是 韭菜教育的這個過程嘛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不大適合韭菜 真的韭菜就是把錢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套住了 一張不賣奇蹟自然 但是這樣子的交易方式 不是一張不賣奇蹟自然 這個是一張不賣 還是有可能 保證金被收光光 所以我覺得這個極端的話 你碰到一個這樣子的交易員 他突然給你凹單 或是他 突然一個大看錯了 你就撐不住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大適合韭菜 但是呢 你有能力當交易員的話 你有那麼多人跟隨 對不對 然後你下單 你賠了你沒關係 但是 這個 人家賠了你沒有收到錢 可是你又不會 賠給 你的會員 你的跟隨者 可是呢 人家賺錢的話 你就跟著賺錢 那我如果都是 大筆大筆的賬進出的話 我的獲利就很可觀 對不對 一來 我在這個地方交易勝率也很好 二來 跟隨我的人 我都可以抽到錢 就像 就像那個股市的民司 賠的是會員的錢 雖然這個你也要自己 自己下注啦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賺到這些 會員賺的錢 這樣子 其實算是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適合交易員 然後不大適合 像我們這種小韭菜 好 那影片就先這樣子 然後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